Подписывайтесь на мой канал. 2014年开启了她的宝莱坞生涯 以及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停止的迹象 阿奎蒂卡卡尔通过索尼唱片 发行了她的个人专辑 获得了最佳非电影流行专辑奖 其中她的成名曲证明了 每一天都可以是星期六 星期六 我想我开始对音乐有所了解 差不多是四岁半的时候 那是一个家庭时的婚礼 我妈妈是毕业于德黑兰大学的音乐研究生 就因为这样在家里总是充满了音乐气氛的 有好的音乐包括古典音乐 或者是一些很棒的作品 让你可以感受到这些真的很美好 这也许可能会成为我的事业的方向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太小 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说 我只是很自然地被吸引了 完全地享受音乐所带来的快乐 在印度人结婚之后 会有一样叫做三基三条的东西 所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庞哲普女性歌手 在那里我们经常是一些女性朋友们一起 一起打多赫拉鼓 一起跳舞 唱不同的印度民间歌曲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我妈妈唱着一些歌曲 家里所有的女性都在唱歌 而我只有四岁半 非常自信地走过去说 你们都看好了 然后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连唱什么都不知道 我自己编了一些歌词 然后就唱出来了 这真的很有用 我就是这样开始唱歌的 所以都和那天晚上有关 我妈妈常说 我没有特意地让她去学音乐 强制性的 她只是对这个感兴趣而已 我想这就是这段旅程的最开始 我妈妈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 我都是跟她学的 她就像是 让我可以正确地理解流行音乐 和印度古典音乐之间的区别 然后我开始了不断地成长 但就是这样开始的 第一次录音 是在我还很小的时候 你也知道的 在录音室里面 录音的地方和外面是被玻璃隔开的 你需要待在玻璃的另外一边 我呢 又太小了 他们把我放在椅子上面 这样就可以看到他们 然后根据得到的指令来录音 当时还没有上学 这是在我五岁 五岁半的时候吧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录音 从那之后 接受了很多的训练 进行了很多表演 通过努力 最后在孟买得到了认可 我第一次在孟买录制的作品 是一首混音歌曲 坦白地说 我并不是很情愿 我才刚刚开启了在孟买的 配音歌手生涯 但是他们却叫我去 唱混音版本的歌曲 因为在那段时间里 感觉就好像是所有的人 都在嘲笑混音 因为那些视频有点奇怪 而有些事情 是我不能控制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的就是 人们给我提供了一个 可以唱歌的机会 我讲 好吧 那就做吧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 来说服我自己 我只是为了尽量 可以得到 录制一些好的歌曲 至少你知道的 我可以拿着这些歌 去别的公司说 这是我的作品 你们可以给我一份工作吗 这就是为什么 我做了这些混音 这些歌曲完成得很好 他们为我打开了很多扇门 可以获得更多的人生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我觉得我不知道 那首歌曲有多好 我就是觉得 长时间做一件事情 那会很无聊 作为一个表演者 我喜欢不同的音乐 因为我觉得 每一次我踏上舞台 我要唱一些 我想要听的东西 我并不是去浪费时间的 或者说是 就是为了卖门票 甚至说 就是把它当成一种合作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 都把他们那天晚上的 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交给了我 我不想唱一些 我自己都不想听的歌 然后还唱给他们听 这不仅仅只是关于 我对自己的创意 满不满意 这是一方面 但是我需要弄清楚的是 他们是不是真的 在享受我的音乐 而我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人 我认为一切都要完美 我喜欢在舞台上 接受邀歌 所有的歌曲 从民间歌曲 到复古歌曲 再到我自己的歌 或者会和我的乐队 一起进行 激性表演 或者说是 乐队的独奏 这就是一场派对 我觉得融合在我的音乐 和演出当中 最基本的元素 就是印度文化 甚至唱一些歌曲 完全是西方的 现在有一些歌曲 是相互融合的 两种风格相互结合 我试图让我的乐队 也吸收一些西方元素 我想要加入一些 例如加纳桑杰 或者是曼谣的元素 我们试图做一些 自己的版本的歌曲 在经历了几次的成功之后 至今我们已经 重新混音了 上百首的 印度经典歌曲 尝试把它们进行混音 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 希望也可以给全世界的听众 带来惊喜 我还是感觉像是 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 我来到梦买差不多12年了 开始了我自己的职业生涯 作为一名配音歌手 但是我在每一次 进行演出的时候 感觉都是这一切 才刚刚开始而已 会去想 如果我没有其他歌曲 可以演唱的话呢 所以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去做 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 特别是在印度 他们都会觉得 哦 他结婚了 这样的看法 应该要变得更加的保守一点 更加守旧一点 在这个国家 我真的不是那么的疯狂 一些流行视频 被称为Baddeagles 这些是我自己创作 并作曲的 甚至有的视频 完全是疯狂的 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吧 别人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吧 我并不想要受到更多的限制 或者说是 我觉得我现在变得 更加的疯狂了 我会继续地表演 真正喜欢舞台的人 就算发100度的高烧 不管怎样 没有什么能够限制 我走上舞台 我就是我 热爱表演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高度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阻止我登上舞台 这是不可阻挡的 用一对一的方式 和你的听众 你的朋友互动 实际上 我不喜欢用粉丝这个词 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被叫做粉丝 我认为那是一种贬低 他们更像是 你现在所做的 成为的你 都是因为他们 他们可能也是你继续向前 之后会变成怎样的支柱 所以我就是希望 无论我唱谁的歌曲 都能够有我自己的风格 我可以让他们愉快 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可以长长久久的 我现在要演唱 我的星期六 星期六 给所有的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